我们得知就是你有居家检疫的情形 然后想说来电关心你一下 那不晓得你最近过得怎么样 资商心理师透过电话 安抚另一头居家检疫民众不安的心 我们现在可以先试着 让自己心放下来一下 我们来想想看在这个过程中 你有感受到哪些的心情 然后你慢慢的讲给我听没关系 因为居家检疫的人 一方面暂时失去自由 一方面也担心自己被感染 心情不安 孤单无助 就容易产生失眠 忧郁等症状 我们的生活很自在 可是忽然之间变得非常不方便 在14天里面那个闷会累积很多 所以有时候会变成一种不耐烦或是愤怒 高雄市号召专业心理师 透过电访关怀居家检疫自主健康管理者 发现他们情绪问题已焦虑占最多 其次是失眠 抱怨 恐慌 忧郁跟愤怒 因为疫情导致情绪困扰者 可以善用心理资商管道 适度帮自己解压 另外因应防疫 高杰从现在起 在高雄火车站驾设红外线体温侦测仪 如果发现乘客体温超过37.5度 就会要求复检 全面提升防疫作为